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约是23个台湾这么远 9059公里的距离可以改变什么 早上起床不用踹行身边起不来的人 但是我要自己喂完两只才可以出门 上班的时候没有人载我到捷云站 但是我可以自己算准时间就出门 家人如果待在家的话睡醒了午后会不知道要吃什么 没有人催促着你吃饭 有时候一些水果配上面包就是一餐 但我觉得这些改变跟单身不一样 不一样 我知道你就在9059公里外的土地上 一样懒懒的起床 一样习惯性的泡杯咖啡 虽然你总抱怨着没有奶泡机可以用 一样在冰箱前抽搐着这一餐又该吃些什么 一样做着一人份的餐 一样的料理 即便是再简单不过的洋葱汤 却也能因为手边的材料跟设备的不同 有着不同的味道 但我们却能够借着这同一份料理 连接9059公里的思念 就好像我也正感受着你所感受到的 我曾经以为9059公里相对于零 会是无限大 我曾经以为我会寂寞到承受不了 但经过了半年 我发现 其实远距离最可怕的不是距离本身 而是心的距离会被放大 如果你能深深感受到这个人的心 如果这个人的心一直都还在身边 零 放大9059倍 还是零 9059公里 台湾到丹麦 即便是超越一万公里的距离 只会让我们更珍惜彼此 远距离可以简单也可以困难 如果你也想要知道怎么维持远距离关系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最后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